哈喽大家好 爪妹呢 现在来这里拼一下这个脚踏车 给我妈妈锻炼的 因为她现在行动不方便 有太多的话 总想对您说 却不知从何说起 搞定了 这首歌代替我诉说 我最亲爱的妈妈 感谢您给我的生日 生家就拿回我妈妈那里去 为了这个家人老人缘 生家要用这个叶毛巾帮我妈妈吃这个脚 因为她这个脚板这里有鱼血了 要用叶毛巾给她吃 把那个鱼血程度慢慢上掉 要不然的话这个脚会坏掉 鱼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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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医生妈妈您好 为了家庭日夜的辛劳 这感情永远都忘不了 有了您精神最骄傲 现在我们还有鱼血呢 做东西 还 Sacred 你看这个脚踏子啊 有点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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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个脚踏子啊 就是它坐在这里的话 就可以这样子运动 因为她这个手的话不太方便 然后呢 这个腿也不太方便 只要去扁 比较理会一点 然后呢 用上这个脚踏切 她就可以运动 运动的话 这些手的运动 就那么容易手术 每一次我妈妈 感觉到幸福的时候 都会提起 小时候 本来已经上了完了 但后面还是 去把我埋伤了 后来那个妇女主任说 叫我妈妈去打掉 后来我妈妈不适合打 然后呢 现在有一切未来 她都提起那件事 想当年 幸好没有去打掉了 然后呢 每一切都会提到 以前的事情 吃饱了 继续的 教她运动 现在妈妈老了 有空的话 我们都会提兄妹 都是大家互相照顾妈妈 让她 祝福快乐 想晚年 找一生妈妈 你女孩 为了家庭 我真的会想起来 雪崩尔